大家好,如果大家听到一些不敢想象,不敢想的事,是否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呢? 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不敢想象,不敢想象的事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这些事应该是不好的。 但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七章第十一至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一些不敢想象的事,在圣经里可能指的是奇迹。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理解一下为什么不敢想象,不敢想象,这个词会令我们有一些负面的印象。 其实是很简单的,这个也是我们人的一个既有的思维模式,不敢想象是有一个负面的感觉,因为它是暗示了一些超越平时的想法,平时我们可以接受范围的东西。 而我们的认知偏见,令我们对于负面的结果有更大的反应,更大的情感。 因为我们的脑子设计是用来预测一些危险,让我们不要遇到危难。 而想不到,不敢想象,不敢想象,是会令我们惊慌和焦虑。 再者,我们的传媒和文化都会夸大和圈掩一些负面的事。 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就会形容那些不敢觉得很负面的,令人震惊的事。 而历史背景里面,也有很多负面的事件被人形容到不敢想象,不敢想来形容。 其实当我们想到很多突破裡的创新,比如说发明转型的飞机,に日子旁装飞, 还在天上飞,再远一点登陆月球, 或者我们自己人内的内壮� Smooth Ear ding œ et pho 只要我们想到这些突破性的创新或发展 其实不敢想想这个词是有正面的意思 总结来说做到一些不敢想想的事 其实是有负面的联想的 主要就是不敢想想想 刚才解释了 包括它本身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 我们对这个词的认识的偏见 传媒的报道或者一些历史事件 都会觉得不敢想想 或者做到一些不敢想象的事是比较负面的 不过我们应该要记得 其实不敢想想 是可以代表一些正面 和有突破性的发展 一些成就 挑战着一些可能性的界限 而今天的经文里面的故事 耶稣其实就是挑战着可能性的界限 昨晚我看一个电视节目的20周年的开幕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失明的看不到东西的戏 演员和他的拍档在开幕的时候跳了一支舞 一个失明的演员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场合 因为我看了一些不敢想象的舞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都是一些不敢想想 超越了极限的事 对于某些人来说 甚至乎这是一个奇迹 而听完今天的经文 你也可以想想 你究竟相不相信奇迹 可以令到我们做到一些不敢想想的事 而圣经里面的奇迹 是不是应该照字面去理解呢 而奇迹在这个世道 除了经文里面 耶稣当年的时候 但在我们这个世道 奇迹究竟还会不会发生呢 我们现在先讲一下这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过了没多久 耶稣去了一个叫拿恩的城 他有很多一大群的门徒跟着他 拿恩大约就在拿撒勒 东南五英里跟着塔波山 圣经只是提过拿恩一次 我们不知道耶稣之前有没有去过那里 也不知道他之后有没有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去拿恩 不过总之去拿恩的时候 耶稣遇到诵葬的队伍 就突显了他的使命 就是在这个普通日常生活 会出现的情景里面 带来一些希望改变 带来一个奇迹 这个故事其实是紧接着 他医好了伯父长伯仁之后所发生的 意思就是耶稣遇到一个仆人之后 离开加白龙 走了大约25英里去拿恩 而有一大群人跟着他 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关于我们一些不敢想象的奇迹 重点就是奇迹 其实奇迹会在不知哪里 不知何时发生 试想一下耶稣本身可以留在加白龙 就算他不再留在加白龙 他也可以去东南西北 适当一面 但他选择了拿恩 遇到一个送葬的队伍 促成他走了奇迹 或者再说得夸张一点 就算耶稣是想着去拿恩 他只是早了一个钟头 或者迟了一个钟头 或者迟了一分钟 早了一分钟 其实他都已经有机会 撞不到送葬队伍 而这个奇迹也不会发生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奇迹总是在我们最不预期的时候发生的 奇迹他有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地点 自己的鬼发生 故事说到当耶稣接近城门口的时候 见到一个死者的人抬出来 就是一个送葬队伍 这个人其实就是他妈妈的唯一一个儿子 而他妈妈是寡妇 没有人照顾的 而城里面很多人陪着他出殡 那这个死者的人究竟是谁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他妈妈又是谁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在圣经里面 就是两个无名的无名事 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不知道怎么叫他 亦都是这件事发生 这件事发生 这个奇迹发生了之后 都没有再提过他们 这里就讲出了我想讲的第二个重点 关于奇迹的 就是耶稣行的奇迹 和被涉及的人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这个道理我们很难去接受 我们很想相信 耶稣只会医治一些很虔诚 信心很强大的基督徒 这些是我们觉得值得被医治的 我们终于记得耶稣说过 你的信心够了你 平安地回去 这是《勞加福音》八章四十八节 但其实是否这样 是否每次奇迹都发生在信心很强大 很虔诚的基督徒上面 但其实不是每次都是这样的 例如稍后我们就会说到 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癱瘓的人 这个人被他的朋友抬到耶稣面前 甚至要拆了屋顶 将他降下来 但其实是他的朋友的信心 促成了这个奇迹 就不是那个癱瘓的人的本身 而在今天的故事里面 这个死去的人和他的寡妇妈妈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表现出 对耶稣有什么信心 也没有求过耶稣 要将他死去的儿子复活等等 他们没有求过耶稣做任何事 但耶稣依然复活了这个人 纯粹就是因为他对妈妈 产生的一个联盟 这个行动也显示出 上帝的爱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 在作弓 在活动中 耶稣会为了我们的哀伤 和挣扎所感动 《路加福音》七章 第十三至十五节 是这样说的 当主看到哪个寡妇时 心里充满了怜悯 便退得雪道 别哭了 然后耶稣走上前去 用手摸着棺材 抬棺材的人 停住了脚步 耶稣说到 年轻人 我吩咐你 起来 那个死人当时 坐了起来 并且开始说话 耶稣把他还 给了他的母亲 很多时候 信心和奇迹之间 其实是没有一个 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于我来说 这个可以接受 因为想到我们的信心 或者虔诚程度 是决定上帝 会不会给我们一些 慈悲 一些爱的唯一因素 其实是很令人担心的 坦白说 如果有人认为 一些被医治的人 比一些没有被医治的人 更加值得医治 更加虔诚 更加对神有信心的话 对我们来说 是有少少冒犯的 我宁愿相信 这个世界 是有一幅更大的图画 一个我们永远 无法理解 或者解释的大图画 而在这个大图画里面 我们看到 上帝是信实的 即使有很多问题 我们无法回答 无法解答 有很多曖昧的地方 我们无法解释 我都想相信 我们和神都在这个大图画里面 而神永远都在这幅图画里面 照顾着爱我们 这是今天我想留给你们的一个讯息 即使我们经常祈求奇迹 而结果也未必如我们所缘 但是这个过程 可以开启一个全身的恩典 和爱的一个角度 要记住 医治完整和救赎 是物不可分的 他们就好像亲的表兄弟 那样 被医治 即是被完整 而被完整 亦即是被救赎 上帝不会只医我们的身体 而不去请教我们的心灵 如果我们的心灵 是没有经历到上帝的爱 即使我们有健康的体魄 有什么意思呢 又或者我们有很健康的体魄 有很健康的身体 但就不愿意 为了上帝的荣耀 去服侍其他人 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耶稣的奇迹 都是关于恢复身体的某些功能 死而复生 或者逼得走回等等 当这些功能失效的时候 其实会阻止我们 和上帝的关系 他打开了盲人的眼 让他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 开启聋人的耳 让他们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 解放哑巴的舌头 让他们可以歌颂上帝 赞美上帝 他被困难的人走回路 让他们可以在生生命的道路上 继续前进 奇迹的本质 是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隔膜移除 那说到最后奇迹是什么呢 奇迹就是上帝能力的象征 当我们问 为什么耶稣会医治这个人 又不去医治另外不知哪个人呢 或者 为什么他不医好所有人 甚至将所有死人复活 那就可以了 或者更好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当时不干脆终结 所有疾病 所有死亡 让所有人都不会病 所有人都不会死 那就是一个大奇迹 耶稣在他的生命和事工里面 医治了很多人 但他不是医治所有的人 他也不是一次过 永远医治好某一个人 那些给他医治好的人 可能之后也会继续再病 或者有其他疾病 而给他复活的人 其实最终他都会死 医治病人和复活死人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改变一些自然的定论 而是要见证上帝对生命和死亡的权柄 奇迹是上帝能力的象征 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 重要的不是奇迹本身 而是奇迹指向的哪位 这个是有些矛盾的 我们应该要时刻记住 当你以奇迹来确信你的信仰的时候 你永远都觉得不够 但当你将你的心思 将你的心灵 集中在上帝 和上帝同在的时候 你就会见证到上帝的力量 和爱 而且他们是无处不在的 其实 不单在奇迹中 我们可以见证到上帝的力量和爱 在日常生活或者一些平凡的日子里面 我们都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世界是充满奇迹的 例如日出 春天大自然的所有植物的重生 男人女人被转成为上帝的儿女 得到爱的赐语 接受和分享 当你在暴风雨里面感受到上帝的保护 上帝的恩典 或者也可以在其他人的慷慨里面感受到上帝的爱 在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中 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的关怀 你便会体会到一种超越自己的力量 并且你也会知道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面是安全 是受到保护的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我相信奇迹 相信一些我们做不到 不敢想想的事 我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 每一个方向都在工作 每一日都照顾我们 显示祂对我们的爱 并且邀请我们 进入和耶稣基督的永恒关系之中 那你呢? 你今天愿不愿意相信一些 不敢想想的事 你今天愿意相信奇迹没有? 圆着保守大家 保守大家 保守大家